我记得我过年回家的时候 那次同学聚会嘛 就本来大家就两年没见了 就想多玩一玩 然后他非得让我早一点回去 后来的话 我没见他的话 他就跟我落分手 我觉得他应该早点回去 他要玩到12点之后 我很担心他的安全 你怎么觉得老担心他的安全呢 如果我不管着他 我总感觉他会跑了 哦 你害怕他跟别人跑了是吧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和感受呢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丽江玩嘛 回来之后 下了飞机应该是12点多了 然后我突然发现 有一个男的跟他视频电话 晚上12点多了 我都给你解释过了呀 那是我兼职认识的朋友啊 那为什么咱俩在一起之前 你给他删了 然后后来又加回来了 我就是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呀 至少人家曾经对我好过呀 那我是你的男朋友 你为什么要管别人呢 那我觉得我的世界里 除了你我还有其他的呀 我不仅我的世界全是你呀 我的生活全是你呀 我每天都花很多时间 去磨叽这个事情 我说你一定要乖乖的听我的话 不要去跟别人闲聊 这种事情你只答应我了 并没有做到 我怎么没做到呀 我觉得我都已经尽量再改了呀 我为了他 我现在一心朋友 几乎一个都没了 我觉得他总是说自己再改 并没有真正切切地改过 我在他手机里 就发现了一个男的 一周比我给他打电话 打得都行 那只是一个普通朋友啊 而且那段时间我在生病 他随便关心我一下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呀 你生病了 我可以去关心你 我隔了十几里路 我去给你买药 给你送 然后你还需要得到别人的关心 那别人要关心我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 你完完全全可以 拒绝他的关心 那我怎么拒绝 我说你闭嘴 你不愿关心我 那不是有病吗 不是 这没什么 你说有我男朋友的吗 是吧 他知道我有男朋友 但是他还一如既往 对 他就是关心我 而且他可能就两天打一次电话 而且我很多电话都是没接的 就算接了 就也只是一两分钟 并没有说太多 他从来都没有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 因为我跟他说过 我对待一份感情的底线就是 我不喜欢别人跟我的女朋友闲聊 我很讨厌这种感觉 更过分的是在后面 然后我看他的微信 他和一个男的聊天很暧昧 然后我还带了证据来 不是 你先等等 我们能看吗 因为是他的那个 对吧 可以看 可以看 我们看一下 哪个是你女朋友 右边的 这个 你那么大了怎么 给一个吻可以吗 只是想安慰 还有吗 没有 我只报导到这些 这个好像 不仅仅限于关心了吧 这个是另外一个 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 姑娘 你 你 这就难怪他那么担心 你的安全问题 这个是在微博上认识的嘛 就那个时候就在家里面 发了条自己的照片啊 自拍 然后微博认识的 后来就加了我是老乡嘛 就比我可能要大四五岁 然后他在贵阳的话 人脉比较多 那个时候我闺蜜在贵阳 就在找工作嘛 然后我就觉得 就跟他关系弄好一点 就给我闺蜜 找一份好的工作 但是我第二天 我并没有跟他讲什么 这不太好吧 但是我觉得 就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的 因为我的微信里面 是有我男朋友的照片的 所以我现在能体会到 为什么他 说你快点回来吧 他老担心 对 他从来没有帮我 说的话放在心上 我每天至少要花 五分钟时间 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准跟别人闲聊 你不让别人靠近你 你也不去靠近别人 所以对恋爱谈得累呢 谈着自己的恋爱 还得管着别人 时间那么大 哪管得过来啊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再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 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